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我們最新的產品 昌的折彎極紋螺絲氣質 那我們今天從菜包裝開始 首先當大家一收到貨的時候 可以看到是一個密封的泡殼 大部分的手工具其實都是用這種泡殼 要拿出來其實很多朋友會覺得很難帶 其實只要一把剪刀就可以搞定了 Glena的剪刀也是 首先你可以看到 從這個方向 你只要把他的這邊剪開 這邊是可以輕易的剪開的 這種不管再怎麼樣子的硬的塑膠 其實剪刀 大家這種剪刀其實都是剪開的 大家就沿著 這個 這個泡殼邊緣剪開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已經可以 看到一半 接下來呢 再把 剪刀 沿著 這個起子的周圍 然後進行剪裁 其實這部分 大部分這個已經都已經開了 可以打開了 那打開的時候也很簡單 就是他們會有一層紙跟一層膠 那我們只要把紙跟膠 在這個地方點 這邊會有一個密封點 把它用力的搬開 這些起子頭就先掉出來了 那羅生起子也是一樣的 事實上就是在這個你已經剪開了之後呢 他就已經 可以看到 這個部分 他就已經很容易可以打開了 那 如果 想要 比較輕易的 拿出來 就是把它整個剪一圈 你就會非常輕易可以拿出來了 大家可以看到 起子就是這樣子取出來的方法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拿到一把起子之後 可以看到 他的 後面的 這個 尾部呢 他是可以 雙開的 那我們就可以把 剩下的這些起子 放到我們的 尾部 然後進行良好的收納 大家可以看到 全部的起子頭 都可以收納在這個 尾部當中 那 一把吉倫起子拿到的時候 大家還是知道 一件事情 那就是往左邊的時候 左邊 就總共有三個 三段嘛 中間 右邊 然後還有左邊 左邊就是 酸入 那我們 今天呢 用 這塊木板 然後來為大家解釋一下 吉倫 起子 尤其是像這種 折彎吉倫起子 他的妙用在哪裡 首先 我們可以看到 當一般你在使用 吉倫起子 一般的起子在轉這個的時候 剛剛已經調到左路 左邊是酸入的 他是要這樣子一段 一直去旋轉 但是吉倫起子 他吉倫功能啟動的時候 可以看到 左右 就可以把東西 把這個 螺絲頂進去了 而 我們這一款 格雷達的結尾池 更特殊的地方是有個快速的按鈕 當他按下去了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變成了握 握手的這個姿勢 這時候會讓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畫面 他是可以 更有力的把 這個 螺絲鎖到 木板裡面去 可以看到 從各種角度可以看 可以看一下 他在使用的時候會可以非常的好施力 你就可以讓鎖的這個動作非常的省力 就是透過這個60度的調整 這60度的變換 可以讓他 跟一般的起子 最大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讓他更容易的 處理 一般的螺絲 其實 就要 一直這樣轉 但是 他這個 很輕易的 就像你在握這個門的開關 開 開關一樣 然後你只要左右的 進行 移動 他就可以 拴進去 那拴出來也是 右邊 拴出 大家可以看到右邊拴出 非常的省力 當然 一般的極穩極質的話 應該就沒有 沒有 折彎的部分 你是這樣子拴 用力的時候 其實 沒有像折彎的 這麼好 使力 但是其實 也還不錯 那 Torella的急輪 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有快速的急輪功能 也就是說你可以 很快速的 使用他的急輪功能 都不會造成他 裡面急輪的 損害 那 頂部的部分 也許很多朋友 會 擔心 他是不是很容易掉 事實上呢 Gorilla的 急輪起子 他前面有設計的是 所謂的 磁吸式的 大家可以看到 磁吸式的 所以這部分其實抓得非常牢 那以上就是 Gorilla的急輪起子的介紹 部份 頂部的急輪 我們來接下 早就用了 磁吸式的